提醒家里面有幼童的家长要多加注意了 来看看高雄市这一名才五岁的小男孩 他就骑着脚踏车出门 但是没有想到就越骑越远 罪过就迷路了 而且还受困在离家有三公里远的车阵当中 真的很危险 还好被警察及时发现 带回警察局 通知他们的家人来接人 骑单车受困在车阵中的五岁男童 被带回警局时 还不知道自己刚刚宣陷在危险中 警局里所有的远警都纳闷 小男童怎么胆子这么大 在大小车来往的马路上 骑单车逛大街 下班时间 下午 他发现他收入 他在转路口 这只有一只画面 所以我很欢迎他到底看不看的老猴子 男童的爷爷赶到警局 得知男童是趁他们不注意时 骑单车出门后 迷失方向跟着车朝走 受困在距离加三公里远的 中山三路的车阵中 男童爷爷听了孙子的迷途冒险计 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吓死我了 来去这边演过 开玩笑 下次还敢把他 开玩一个人一起啊 我现在脚踏车灭给他再骑 幸好男童平安没事 不过男童这次的经验 真的是把家人都吓坏了 这阵子被下禁令 不能再骑单车 只能溜滑梯了 民事新闻 晨虹晋级高雄续报道 儿子的迷逮 不过男童银